28House 第日 家加油球 heyo!28House 1.6 App 三座开窗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家加油球 我是Victor 钟卓恒 我是Kelly 邱永恩 Victor 我知道你很喜欢去日本旅行 是否当地的独特风情吸引了你 不单止是我 不少香港人都当日本是乡下 既然没办法长居在当地 作成将家庭塑造成和式宝屋 今集室内设计单位就好像沉浸在当地 就是位于屯门与海湾 配合日系常见素材 希望护住在家都有自身日本的感觉 看看旧友的设计 都是近年新盘的典型格局 客厅是呈长型 外面有露台 但是望楼景为主 相信缺点就是 比较多假天花外露 有横梁压顶的感觉 压迫感相对高 要靠新设计改善 看完睡房 都是试试正正感 布局都没什么难度 不过窗就不算大 而且面向比较深色的扭景 都需要靠设计来提升采光度 新设计游合黄暖的大地色调 和实用的家私 做到又简约又兼具多种功能 当中的关键之一 就是要为户主加入充足收担量 做到就算是窩具也好 麻雀虽少 但是五状俱全 空间不够300尺 但胜在楼底高 设计师Crayton 就利用了这个优势 将这家屋的海用空间 发挥到最大 楼底比一般传统的 狗式的楼宇偏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这个楼底高的优势 做到很多储物的櫃 隔于这个单位 都是一个偏小的单位 一个一磅单位 我做设计风格 利用了一些和式的布屋的风格 令到可以充分地利用 这个很小的单位 可以放一些很大的储物的量 和一些特色的设计 暖色系的灯色 搭配大地色系的家具 营造出柔和感觉 即使厅区的空间 向高空发展 也不会形成太大压迫感 上层是门会的小天地 感觉既温暖 私隱度也相当高 但楼底高 对于小单位来说 的确是一个优势 是厅都做了绿架床 增加收纳量之余 户主还可以在这里休息 和研读 设设计上来说 因为它想划分两个区域 上面它也可以 做一个小型的客房 或者一个小型的读书 读读的空间 令到它可以 含上它里面 可以当一个 刺激小型的天地 在上面去活动 将床在上面 就是靠那个 轮架床上面 放一张软墊 就当是一个 像榻榻米的 这样的形式的做法 而客厅这个储物柜 是由这个楼梯的柜 是组合而成的 而中间就是放了电视机 而上方就给了 业主放一些装饰的物件 而电视机后面 就放了一些不同类型的 家庭用的储物的位置 下面也是一些围桶 可以令到业主 可以增加一些储物的空间 虽然滑架床 解决了空间不够的问题 但难免令室内采光不够 设计师就巧妙地 在床底利用反光物料 增加光圈 视觉上也能够提升空间感 那我就将它的滑架床下面 把它黏在一些镜框边花 物料上面除了可以有反射 下层的空间会更加增大之外 我们将它做一些不同类型的灯条 将它点缀一些灯光效果在里面 上层的通风 就透过木条纸设计的床框引入 既避免滑架床 正对冷气出风口 亦都值此引入日系元素 在客厅里面 做了一个镜框的天花 除了增加空间之外 亦都做了一些木条纸 令到这家屋增加一些和风的味道 而在这些木条纸里面 我亦都刻意地把它做到一些不同的角度 令到可以冷气 亦都可以透过这些木条纸 可以深入床架上面 下面是开放式厨房 将上层架设高一些 亦都可以减少油烟飘入妹妹的休息区 开放式厨房备餐空间未必足够 设计师将原装的储物柜 再加一块板 打开出来就可以增加工作台面 煮完饭在哪里吃饭呢 Donald 你可以过来这里 这里有一张活动的饭桌 平时你可以在这里吃饭 人多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摊开一张桌 可以用更多人在这里吃饭 主人房面积不大 但男护主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三应库不同场合 所以床垫同样使用榻榻米式的设计 已预留多一些位置给衣柜 楼体高除了可以向高空发展 还可以使用地台设计放多一些杂物 而另外两边都是衣柜 更喜欢扮美的男女户主 就可以一人用一遍 我们也是因为要用尽它 这个新楼的优势 有很特高的天花 我们将它的木地台升高 而升高的地台 也可以把它放在原本的模型 或者大型的盒子 或者行李箱 也可以放在木台里面 设计师也特意将其中一块衣柜层板 加入隐藏式镜子 造成女户主的化妆台 不用的时候 层板就可以发生成活动式的工作台面 被屋主用来整理衣物 房里面的假天花也需要设计修饰 新设计就利用了灯带 视觉上带来更丰富的层次感 发展商原本有很多设备 包括它包了很多假的画 是一些每个空间的天花 会浪费了很多它原本的空间 在原有它的设备中的假天花的假装中 我将它部分地方做一些灯条 或者一些灯带或者灯槽的做法 修饰它之外 也可以把它美化 已经变成功能化大了 厕所在装修上并没有改动 洗手盘源用黑色云石设计 浅色的云石由地板移伸到棋缸 營造出对比鲜明的现代感 Henny早晚去瑞典了解当地人如何生活 去到欧洲又怎样少得参观博物馆 今次一于去看看家具博物馆 探索一下平时接触到的每一件傢俱 是怎样随着时代而改变 这堂经历都有不少得着 带回和家庭观众分享 我们立即跟他去看看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住的地方 是怎样由昔日设备简楼 卫生欠佳的农村屋仔 已变成间隔多元化的现代公寓呢 游走这个博物馆一转 便会找到答案 整间屋这么多个地方 我就最喜欢自己的房间 可以在里面上网 睡觉甚至是吃饭 吃饱之后再睡过 成就诸一样的生活空间 对我来说 是整间屋的核心 但在这个小镇 整间屋的核心就是这里 十九四多之前 煮饭 吃饭 睡觉 都在厨房解决 直到发明了牢头 煮饭的时候 能够减少烟尘 以及发明石油灯 夜幕低垂 都可以在室内工作 看书 生活才得以改善 其后 瑞典大力改革房屋 和厨房的设计 更加强调实用 阔落 卫生 兼容易打理 合乎妇女的身形和需要 减轻她们的家务负担 继而增加出去找工作的机会 进来这个厨房 给我第一个感觉 就是工作桌面有点矮 在这里切菜切肉 都还可以 但去到洗菜 我这个高度 都要弯低身才做到 原来洗碗都有学问 首先 把一些脏的碟 放在这里 冲走食剩的东西 然后放在右手边的精盆 下洗洁精 再放过来冲一下冲水 最后放在架上浪干 有研究说 这样会省到一半时间 餐具的摆位 都很影响工作效率 在最入面的地方 是一个比较冰凉的空间 放调味料 升盘附近 就放一些比较常用的餐具 上面就是不太常用的东西 再走出一点点 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装置 是一块木板 大家可能会猜到 可以用来切菜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让小朋友 坐在上面吃一些零食 有系统的流程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久而久之 更多自动化的设备 融入家庭 智能装置 亦被广泛使用 正这一伙上进 追求完美的心 做起事上来 事半功倍 北欧博物馆 最好看的不是历史 而是背后 传达的生活智慧 透过家居的过去 现在 和未来 探索过程中的失误 以及从中获得的啟发 因应21世纪 住得小 又住得贵的问题 有不少多功能 家私免世 如果当这里 是一个开放式单位的话 应该都满中得到 基本的日常所需 相信大家 对这个画面 一点都不陌生 和居被称为社会意识形态流曲之下 形成的窮人一物 亦都是智慧的象征 障翼屋的家私 塞在又小又壁的空间 很多人一起住的话 亦都是情商训练的好地方 如果说历史不断重演 潮流都是一个循环 有没有发现 Vintage的家品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成为大家的新宠儿呢? 潮流 并不一定是新鲜事 只是另类文化 走向主流文化的过程 当它成为主流之后 又会有另外的新潮流取代 现在的家居应有尽有 更加随着千变万化的科技发展 按个键就可以出到预想图 十年之后 或者机器都可以超越人类的脑袋 但总不及旧物 用心制造那份人情味 气候急速变化 这两年的雨季 明显感受到雨季落得很大 没错 一些要尾瓦遮头的昆虫 追随着家居的灯光入屋 令到家里出现重环 当中包括有飞矮 上星期专家和大家说过 可以如何预防 有时就叫做防不升防 不幸 有大量飞矮入了屋 衍生重环 甚至大量繁殖 演变做白矮 还可以如何解决 休息回来说 我们看看 如果我们不幸地 发现白矮有些冰眼已经进入屋 其实我们可以用吸塵机去做处理 吸塵机的气压 可以即时将它抽干水分去杀死它 但万一 迟了发现 白矮已经进入屋 繁殖了 住坏这家具的话 这个情况我们建议 你不要用杀虫水去自行处理 因为有机会 将它驱缸到更多不同的位置 最好是找回 专业地面虫公司帮忙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木地板 木地板是传统香港人都很喜欢的 觉得好像高级一点 或者看上去的颜色有温暖一点 所以以前来说 我们大部分的家里都是用木地板 但是尤其是经历了一些潮湿的日子之后 似乎木地板也有一点缺陷 是的 它的好处当然是冬暖下凉 但不好处也有很多下 容易因为烈胀冷缩而有缺陷 用久了就容易磨损 有一些吃下去很难清洁的污漬 容易撞粒 被椅子刮花 而且打理真的都是麻烦的 事实上也是 所以都开始流行其他不同的类型 就好像这些这样 现在就很流行什么 无缝木地板 这些也是其中一种 这种复合的无缝木地板 好处是整件都是木 由底到面 全部都是木 所以脚踩上去 真的踩着天然木的感觉 所以成本是贵一点 因为整件是木 我翻译了厚 所以成本是贵的 但的确是脚感是舒服的 但是打理 其实跟传统有木地板 都是要好镜实用才行 都是那种材料 但是就叫做它有这样的结构 就是无缝的扣上结构 就令到它没那么容易抹开 是的 没那么容易焰到一点 整体无缝的感觉 整幅地板看起来 是再漂亮一点 但是始终打理保养方面 可能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些就不是用木来做表面 这一款就叫做纤维木的无缝地板 看看这个表面 其实就不是木材 就是一些印刷品 是的 印刷品 这个印刷品当然越硬正越好 如果薄起来像纸薄 当然它的内磨程度就差一点 越漂亮的 这个内磨层就是越硬正的 有三种不同的进化 这种就是上面有保护层的 这种就是传统的木 这种就是一层层的复合板 可以测试一下它们的撞击力 好 有没有那么重的圆球 哇 已经立刻凹了 是的 因为是圆木 所以是面层都是弱的 接着就看看这个 也是木材的表面 我们会不会都一样那么脆弱呢 我相信是 复合板我们就测试一下 一样也有一个粒痕出来了 也凹了的 然后到这个有保护层 它说保护刮花 不知道能否保护这些撞击 好 好一点 没有什么痕迹 看起来就不太好觉 再试一次 好一点 好一点 实在没有 撞击似乎都是这些 纤维板比较受得撞 耐撞很多 不知道能否刮刮呢 哇 你又破坏它 我们就试一下 这个是圆木 所有圆木 我都预计到 应该我们一刮它就双了 我们试一下 已经花了 已经花了 不用说了 这个也是花了 用力看看如何 先试一下 嗯 这个木纤维呢 要相当用力 才做到这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选木纤维 地板的面层的质量 真的很重要 那一不做与不休了 我们试上抗污了 抗污也重要的 也是有时候会 弄髒弄花 或者滴一些东西 是啊 所以我看你都很重手 拿一支墨水笔 毫不客气 那都放了一会儿 那我们用一些酒精试一下 抗一下它 这个是圆木 那我如果要抹呢 用酒精抹呢 都可以 但是已经 哎呀 已经吃了一点 进去的心 看到一点痕跡了 已经 对了 因为它真的是树皮的面 所以 如果它的保护膜稍微弱了 那些蠟已经越薄了 那你这样 那些墨水笔呢 可能它很快已经锁了入里面 那接着就试下这个 这个 枯核板 那它的表面 其实都是 都是木 那它锁了颜色 那最后呢 面层都做了一阵 保护膜的处理 那都是和刚才的 有木地板的原理一样 如果那个 保护膜仍然够厚呢 都对它来说仍然有一阵 保护的作用 那之后就是这个 纤维地板 那它表面那一阵 就特别做过处理 那应该是最得了 那就要看它呢 那它表面层那张膜 究竟是硬的纤维膠膜 还是可能是纸紧薄 那我看这块都ok的 那其实呢 大致上都可以完全清洁得到 那所以呢 那是绝对合格的 那这只这样的纤维无缝地板呢 那我将它入笋扣起它 那稳稳了 那其实呢 也有一条凹坑在那 还是不是叫无缝呢 那它呢 笋就扣到纯一纯了 那那为什么都有条坑呢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们俗语叫做2bevel 就是两块无缝地板的旁边呢 都特意做了一条幼的槽在那 那其实目的呢 就是让无缝地板呢 我们不怕它热胀 只是扣得更紧而已 就怕它冷缩 一缩的时候呢 那条纜就会很燃 因为二象冷缩 因为木收缩嘛 那所以呢 那是不是做一条幼的坑的时候呢 就等冬天还是夏天 呢 都自然有条幼的坑在那 就不要到时冬天的时候呢 就好觉 是的 就是用来美观上的修飾作用而已 然后就是无缝地板 其实都要对付冷缩月障 是的 无缝地板某程度上 都有时因为冷缩月障 都有缝的 那所以呢 市面上呢 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去减低这件事的问题发生的 那我记得这些新款的呢 就多了在笋位里 有一块这样的铝片在这里 是啊 正正就是这块铝片呢 那因为它做在全场的无缝地板旁边 那所以呢 这两块无缝地板扣的时候呢 除了损毁的力呢 还加上一个铝扣的力 那这样呢 就大大减低呢 冷缩的时候呢 就呈现了一条障障 出现了 那我反转这块这样的新款地板呢 它的底部已经 黏了一块海绵在这里了 这块海绵呢 其实是 类似珍珠面的物料来的 因为我们铺一个无缝地板之前呢 其实一个平的地台面 即不论底是水泥地 或者是木板 或者是磁砖都好 我们都可以照在表面铺无缝地板的 不过之前呢 一定要加一块珍珠面在上面 再铺无缝地板 那但是新款呢 就是这块棉呢 就已经是黏在每一件地板上了 那就减少有几层的东西 就有几层空气了 那地板再放上去呢 会几容易呈现一个浮的感觉 或者声音的 那这块黑色的软件呢 就减低这个问题了 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多板在这里 我们当然也要测试一下 好 那我们又试一下这款新款的 有几厉了 交给我了 最凶狠的武器 一字批 我们试一下呢 看看大家的破损程度是怎样的 那很明显了 这一块纤维呢 花光了 这一边很硬正 完全没有痕迹 我刚刚试这个内磨程度 其实有个数字可以介绍给大家知道 就是无缝地板的AC值 AC值有1至6 最高呢就是AC6 那其实这个是欧洲标准来的 他对不同的无缝地板的面层的抗磨程度呢 做测试 AC6最高 代表这个地板呢 通过测试的时候呢 是通过磨6000次才开始花的 那所以这个AC6这个数值呢 是最高级别 可以用在商业 和住家用呢 都是最理想的 内磨度来的 好 我们拿一些样板 其实就像我们这样 又撞一下它 又挂一下它 还有什么测试 可以看得出这块板 够不够健 是啊 是啊 我们都很建议护主呢 真是 真是想着选择那款地板 就问他多拿几件样板 回来破坏一下它 还有最重要呢 除了测试到内磨 看看它的抗潮能力是怎样 那可以怎样做呢 就真是拿桶水 浸一下地板浸一晚 即管浸24小时 是 看看它的发漲程度是怎样 大家都知道呢 无缝地板其实真的不浸 不可以承受到爆水管浸到一间屋 但我们浸它一晚呢 看它的发漲程度 某程度上 都可以看地板的抗潮能力是怎样 因为始终呢 很多户主都会担心 我要整天拖地的 现在你无缝地板 打正其后的清洁方式 就是用地拖拖的 那如果我真的倒很多水去拖地的时候 会不会地板整天都会涨啊 好像传统地板那样 所以呢 浸它一晚 看看会不会好像 但是你手头上这件感 哇 两侧都涨了 这个是了 很明显看到 那边位已经拱起了了 即是这个是 即是这个纤维就一样了 是的 它的抗潮能力差 它的纤维密度低 那才会有那么容易 涨得那么紧要的 那如果有质量的无缝地板 不会说百分百不涨 那理论上呢 它是会很轻微膨胀 或者目測都不是太看到 又或者呢 它涨完之后 我当现在它放肝了 可能一天干透了之后 它基本上大致可以复原 那就可以反映到 这个木地板的抗潮能力提高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download有线新闻app 可以重温每集的内容 follow我们的专页和观众群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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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